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发生类似欧债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时 便会为各国提供长期资金借贷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3月26日至2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全球5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4个国际机构的5名代表参加了峰会 峰会在举行全体会议商讨全球核安全问题后 发表首尔公报 为确保全球核安全提出了在11个领域13项非约束力承诺或鼓励措施 公报表示各国将致力于销毁或减少高浓缩油和布 以防范恐怖袭击 并在2013年底定出减少高浓缩油的目标 为争取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能在2014年之前生效 各方需要共同努力 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将于2014年在荷兰举行 朝鲜不顾劝阻坚持要发射卫星 美国政府决定将终止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计划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韩国期间 屡次敦促朝鲜放弃卫星发射计划 但朝鲜表明不会放弃该计划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8号的朝鲜议题听证会上证实 因朝鲜不守承诺 美国备会中断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计划 美朝两国的粮食援助计划在2月达成 朝鲜当时同意暂时终止核试验与试射远程导弹 美国则同意将提供24万吨的营养食品援助 但美方质疑朝鲜此次的计划是在试射长城导弹 因此宣布将终止对朝的援助计划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今天的默然回首 我们要回顾的是香港的廉政公署重拳出击 清查前高官和富豪勾结的涉嫌腐败弹案件 香港新红级地产上周大地震 郭家两名兄弟以及前政务司司长许诗仁 被廉政公署拘捕 唯独大哥郭炳香在案置身事外 让人怀疑事件是为一幕王子复仇记 涉案的新地主席郭炳连 郭炳江和前政务司司长许诗仁 上周四分别被带到位于北角的 联署总部协助调查 俗称喝咖啡 联署表示 郭氏兄弟与许诗仁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 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行 三人在联署被问完话后 分别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离开 有消息指 联署一年多以前已开始调查此案 指许诗仁在出任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期间 向外泄露政府内部机密资料 他所住的李顿山豪宅属于新地名下物业 怀疑他没有交付租金 不过 许诗仁此前曾解释过 他是以月租16万元租下此单位的 据此 联署此次的调查方向 除许诗仁的租金问题外 也会调查他在任内 是否有在重大政策涉及利益输送 在2008年 因征查案曾与两名弟弟 公堂队部的郭家大哥郭炳香 这次则没有再被请喝咖啡之列 他对此事也暂时不予置评 我在香港已经住了20多年了 在媒体工作也有20多年了 但是这次看到这个案件 可以说不仅在回归前和回归后 它都是香港最轰动的案件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牵涉到的这个人物 有香港特区的前第二把手许诗仁 牵涉到的有香港四大发展商之手的 这个新鸿基地产的两个联名主席 这个案子当然就非常的 我想他不仅在轰动 他也反映了这个当前香港 政治生态的某种变化 那么这起案件啊 这个据中处这两天媒体的这个报道 我们可以理出初步的一个头绪 就是这个新鸿基地产的 这个两个联名主席 他实际上是被他们的大哥 这个举报的 他们的大哥就是郭炳香 郭炳香原来是香港 新鸿基地产的主席 后来呢 用于家庭内部的这个争夺 他被剥夺了主席的这个位置 而起因的是因为郭炳香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红颜知己 那么有红颜知己 或者说情妇也就算了问题 是据说啊 郭炳香要把这个红颜知己 这位唐小姐呢 引入公司的这个核心阶层 这样的话引起了 新鸿基地产的这个掌门人 也就是郭老太啊 就是这个老大老二老三 都是郭老太的儿子 那么郭老先生 是香港第一代这个富豪 已经去世了 但是郭老太呢 还牢牢的控制整个新鸿基地产的这个大权 他眼看啊 自己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公司 有可能被一个外姓所侵入 所以呢 他这个大义灭亲 就把老大赶出了这个公司 当然据说给了他一百亿 让他去自立盟户 那么然后让老二老三呢 就成为公司的这个联名主席 问题就来了 原来呢 香港前这个政务司长 就原来这个第二把手 也是现任的这个特首 这个曾一权的这个亲信和密友 这个许诗人呢 据说在把老大赶出去的时候呢 起了这个军师的作用 而且这个许诗人呢 长期和这个郭氏的家族 就是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呢 他和这三兄弟 其实从小关系就非常密切的 他们是小时候就是玩伴 那么以后成年以后 各自这个许诗人是这个从政 而这个郭氏三兄弟呢 就继承了这个副业啊 那么成为香港最大的这个地产商之一 那么然后这个老大 因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族公司呢 所以心这个心理是愤愤不平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 所以他为了得回自己对这个公司的 这个控制权 那么因为他当然 他了解公司的这个机密 他知道继承他担任公司 联名主席的这个老二和老三 以前呢就和这个许诗人之间呢 有这个利益输送的这个往来 所以他就毅然的 向香港的这个连胜公署 举发了这样的一个牵涉到官商勾结的 这样的一个腐败的这个大案 那么连胜公署当然不敢这个怠慢这个事情了 据说是从08年就已经开始调查了 然后去年呢就开始掌握了这个全面这个调查 那么这个案子当然是非同小可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连胜公署 它是只属于这个特首的 那么像这样牵涉到原来的这个政府的第二把手的案件 那么连胜公署肯定是要向这个 一方面要向这个特首曾义权这个汇报 但是曾义权是如何指示的 我们不知道 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媒体报道说 因为这个连胜公署 虽然他是香港可以说是权力最大的 这个一个执法机构 但是同时呢 他也不是完全独立 他还有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案件 他必须要得到香港的这个律政司的支持 而香港的一个律政司长 在黄仁龙啊 他在这个了解到这个案件之后呢 他说他因为他认识曾义权 他跟曾义权 当然曾义权是现在这个特首 那么许世人是原来政府的这个第二把手 他跟他们两个都熟悉 所以为了避嫌呢 一方面他要求连胜公署 你必须要全力来办这个案 一方面他自己呢 就不再过问这个案子 而是指派了另外的这个连胜 律政司的这个高级官员 但是这些高级官员呢 他是和这个曾义权不熟悉的 和许世人也不熟悉的 那么以此方法来表示了 对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支持 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啊 他爆发出来的 揭发出来的 只是一些这个初步这个资料 当中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这个许世人 许世人其实他是高官后路的 他在做政务司长的时候 这个月薪将近三十万 那么年薪呢就三百多万 那么他退休之后呢 每个月他除了一笔 他在一次可以拿这个上千万元的 这个退休金之外呢 他每个月还有九万元的这个退休金 以这样的收入在香港 是可以过相当好的生活了 但是呢还不是顶级富豪的生活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位啊徐老爷啊 这个香港媒体呢 声当是徐老爷 这个徐老爷呢 他在跟这个新地公司 就是这个地产商的这个交往当中 似乎他毫不辟邪 比方说他住的这个四百平方米的这个豪宅 他从来没有付过房租 那么就是由地产商提供给他的 像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容易泄露的 而且他没有戴白手套 那么这一切呢 一方面是给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调查呢 就提供了这个方便 是吧 因为他做的不是很隐蔽 可是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的疑问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高官 他还如此的这个 他还是如此贪心啊 而且呢 他也好像就完全是不设防 那么这里面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呢 大概慢慢的会暴露出来 那么现在媒体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 由于许世仁 他原来是香港政府的这个第二把手 那么他知道很多高层的这个机密 他跟很多大地产商 跟很多这个富豪都有来往 那么所以廉政公署呢 是期望啊 让这个许世仁 根据香港现行这个法律 可以让他做污点证人 这样的话 可以 那个许世仁可以换来 他以后不受到法律的这个处罚 但是他必须交代 他所知道的 涉及到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 涉及到这些富豪 甚至可以 甚至涉及到比方是内地 和这个甚至是外国的 一些类似的这个在香港 牵涉到这个腐败的这个情况 牵涉到这个在香港 违反法律的这个情况 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转做出污点证人呢 并没有得到这个廉政公署的肯定 而廉政公署历来 他是不会评论任何 他现在正在查办的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案件他仍然有可能向这个众生在发展 可能有更多的内幕会揭露出来 那么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涉及到的这个高层呢 无论是政界和商界 都是香港顶尖的人物 所以这个廉政公署的一方面 他必须是不打五指的位置上 他必须要掌握有铁证 另外呢 他还是要迅速的这个办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涉案的这个两个富商 和一个前高官呢 我们看到这次涉案的这个案子